高青廣播已離開幾年,電視影像格式不斷更新 現今 4K 已成為電視製式的主流配置 但市場上電視種類繁多,價錢分別亦很大 究竟如何選擇自己需要的電視機這個課題 便成為買電視入手時的一大考驗 首先為大家介紹的是X8000D 系列 最適合家庭細小,視聽環境不大,又想要求的用家 X8000D 有 43 和 49 吋的選擇 代除了 4K 解像度外,還追加了 4K 最重要的 HDR 技術 而 X-Reality 葡萄像處理引擎和 Sony 一直重點推介的 Triluminous Display 技術一一擁有 早兩年,這個技術只會在高階的型號才有 而 HDR 模式方面,X8000D 還可以讓大家選擇 使用國際影像標準 BT-2020 還是 DCI 選擇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的是 X7000D 和 X7500D 這兩個型號 這兩個型號屬於平價的抵用大串數入門系列 X7000D 設有 49 吋和 55 吋的兩款尺寸 而 7500D 設有 65 吋的大畫面 三個型號都一樣支援 Android TV 作業系統 以及 4K X-Reality Pro 的影像處理引擎 沿著 Similarly, 播放也是可愛的 夏校自從 Lecture 開發 大寸數 IMAX 氣氛 S8500D 一定適合你 55 吋和 65 吋的型號 大畫面最適合你 喜歡整個畫面盡修眼簾的你 配備 SONY 頂級 Triluminous Display 和 4KX Reality Pro 技術 想何時在家開電視 IMAX 完全沒有時間控制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